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講裝修 這個是細裝 幫商訪和客人 廚房是油油 廚房是原肉的 已經完成了 廚房去掛一下妝 因為樓盤不需要大裝修 我們最要裝修的東西 只要是液室 客人想維持結束 這個場上有一個衣櫃 舊的衣櫃已經插了 就改了一個新的衣櫃 上面呢 會有些電線拉 裡面不夠電的 就會在這裏 電的outlet 拿電 然後這裏開了個洞 然後喉就鋪光了 電線沒有拉 就改了 平時這裏會做個新的衣櫃 有30cm口 即1呎左右 這裏會做個 這裏會做門架牆 這裏會做門架牆 門都會做個新的 是 沒有辦法 它本身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有些很小的衣櫃 然後你看一下 它是那個on street 我記得是一個鋼門來的 它那裏是整的時候 是 這個就現在 它把那個layout都改了 那個間隔呢 是本身 電話 現在最裏面這裏會有個浴缸 這裏浴缸 佔了現在 打橫這個地方 是 在這裏就是出水口 那 花灑水口都是這裏出 那 旁邊這裏呢 你會見到有浴缸的了 但是呢 這個浴缸 是不是 搞了 那喉呢 你看到 那些大那個浴缸 隔壁那個呢 就是浴缸的去水位 是啊 那不是氣澳 是啊 它應該就要再撥回去 因為現在浴缸 我想來到裏面 不會走到它出來 所以應該 它鑿了 它應該會撥回去 那 這裏就有個 馬桶位 那旁邊 就是馬桶的水 就是 沖水的那個 來水 是 那 就 好 這邊 這裏呢 就是個 洗手盆 洗手盆的去水 是 來水就應該 在下面這裏 這裏有個電子 就是用來拆除這些東西 來水就是這兩個 對 在這裏上去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問題 是 是 那裏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都不太懂 那裏就是熱水 由廚房駁過來的熱水 和普通水 冷水 是 是 理論上 應該給這裏 這裏 這裏下來 就給個浴缸 這裏下來 就給個洗手盆 就是這麽簡單 是 但是我又見到有條喉 就把洗手盆 就在這裏 就是蒸走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 那裏 這裏是安全制 但是一入門 會中一個頭 就是如果你高一點 你高一點 人貼一點 你會中一個壓頭 那裏 那這些呢 其實我以前普通人都見到 是類似冷熱制 一個熱的那裏 那如果你有什麽生水喉 你不想生 就是那裏有什麽問題 不想生整個 間單位 你只想生一個浴缸 你就生這些劑 通常是個馬桶旁來的 這兩個就有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放在這裏 那裏 那裏就跟那張修師傅天下 就是一個公司 是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好眼 是吧 你給我我簡直會撞到 是啊 是啊 我是會撞到的 明白 是 那裏還有個窗 還不僅僅住 那裏有一個窗要換 有一間房間的窗 但是完全不僅僅住 那房間呢 好 但是會剛才問 這個窗是嗎 是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窗戶是五個年 大家不是說美國的窗戶 其實窗戶通常是最美国的炮 我沒有想到,你不能改變窗戶 因為這是很古老的意義 然後… 窗戶的窗戶 但是… 我猜是… 這就是這個窗戶 然後… 窗戶的窗戶 都會變成這樣 就像這個窗戶 除了這個窗戶 是很…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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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